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CCYP邓宏说法法律节目 邓宏律师是专精刑事辩护及重大伤亡事故理赔的美国联邦律师 他每天收集一些重大的法律新闻 每个星期五通过华人工商CCYP平台 向全美各地的华裔新移民介绍过去一个星期当中的一些重大的法律新闻事件 以及联邦最高法院和加州最高法院的最新裁决 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能够知法守法距离力争 邓宏律师你好 你好Candice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邓宏律师你好 在这个星期您觉得有哪些重大的法律新闻值得我们华人关注呢 对,首先我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里面判决 尤其是很多判决会影响到我们民众的权利的这个判决里面 我想首先有两起两个宗案件 第一宗案件里面的话是发生在2016年 在科罗拉州有三名投票选举人投票了 本来在科罗拉州我们知道每个选举的话 它才启用的话是两个制度 一个的话是大家每个州里面进行选举 选举的好像我们选举总统候选员选出来了 但是这个票里面它不是直接投给总统候选员 而提供另外一个选举人制度 在科罗拉州里面的话 本来大家的投票的话已经是要选给 这个科罗拉州西莱利的 没想到里面有三个选举人的话 投票给科罗拉州了 以后这种情形出现的话 就是说这个选举人你是应该代表这个州投票给多数的 得了票数的人没想到的话这个选举人改变自己的立场 以后没有将这个选举人的票投给了西莱利 另外的话在华兴顿州同样的也出现一个选举人 他本来里面他大家当选了 西莱利当选的没想到他跑票他并没有投西莱利 投给一个共和党的州长 也出现了个问题 所以尤其是科罗拉州华兴顿州 你这几个跑票的人的话是违反我们宪法的 后来这个案子达到最高法院 在最高法院里面呢 这些人呢就说他的律师说 那我们基本上呢要改革 美国的选举的话好像西莱利啦 还有Algo这些人里面的话 都得到了全美国的票数的 他的popular vote直选的话都超过了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制度 以后的话没有办法让他们直选当选 而是因为这些选举票 选举人在里面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选举人他有言论自由 所以我有这个票我投给谁 美国宪法不应该限制 所以他有这个理由 当然支持反对这些人的话 他就是觉得你这样子做法的话 现在美国有一共规定的话有538票 是选举人的票 所以说虽然你是每个州里面分配多少票 以后这个winner take all 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个州 获选了多数票 那基本上的话这个州分配指派的选举人票 全部是给你的 所以你看看现在基本上这个摇摆州很重要 所以川普总统不需要赢全国的所有的票 他只要赢到这个选举这些州里边的的票 好像Pansylvania Wisconsin Wisconsin Michigan Arizona 这几个州里面 他赢到之后 他就可以将州里面的选举人票全部拿到 所以这个理由的话 他认为我们要维持这个制度 选举人不应该捧自己的意愿去 你选举人制度只是这个 要你这个选举人只是个向性性而已 不是真正让你发表自己的意见来投票的 最高法院7比2票 维持的选举人制度 所以这部分里边呢 就是说将来这个选举人的话 你不能够捧自己的意愿来 所以他只是向性性的 所以如果你是这个候选人 得到整个州里边的多数票 那你整个州的所有的选举人票 全部可以得到 所以这是在选举法方面的话 是唯一维持美国一贯以来的选举人制度 这个做法 那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 那具体来说这样的一个法案 会不会对川普的选举会有直接的影响 对他来讲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对吗 当然了 对川普总统来说 他因为目前民意相差12%到14% 要是大家按照民意来调票的话 川普是没有希望的 但是他还是有希望 就是说民意 有些州好像很多的民意 大部分的州 只中在加州 还有纽约州 但是的话 有其他保守的州的话 他同样有选举人的票 他只要抓到选举人的票 他就可以有机会 这个继续连任 那这么说 这个裁决对于川普总统来讲 是一个好消息 那其实在最高法院 近日以7比2票通过了另外一项裁决 表示支持纽约大陪审团 获取总统川普的纳税申报资料 还有其他的财务记录 但是同时驳回了众议院 可能将这些文件在大选前 公之于众的传票 那这个裁决对于川普总统连任来讲 是不是也是有积极的影响的 对总统来说 因为这两个裁决都给他有足够的时间 虽然在第一个案件 曼哈顿检察长 他传辅川普总统的税务 这个部分法官的话 是对川普做出不利的判决 在国会这方面的话 就是剥夺了国会要调约 这个川普总统 这个报税资料这个权利 这两个案子里边的话 从两个不同样的角度 来解说这个法院的权利 在第一个案件 曼哈顿检察长 他是要调约 税务记录 最重要进行刑事调查 因为我们记得在选举过程之中 这个有一位女艳星 叫Daniel Storm 她出来指控了 这个总统性侵 但是这个案件曝光之后 才发现 哦 原来Michael Cohen 这个律师是代表川普总统的 他跟他达成了一个协议 以后付了十几万封口费 将这个官司摆平了 那这个摆平了之后 根据Michael Cohen 是说这个 是我先掏钱出来 川普总统 川普的话会还钱给我 这个部分里边 检察长的话继续调查 那你这个钱 有没有是从哪里出来的 你川普 是不是从选举经费里边的话 给了这个钱 给Michael Cohen律师 让来封口的 那你这个钱 如果是来自选举的话 那你这个是非法 有没有报税 有没有将真实使用的用途 discord出去呢 如果你说是给律师费 其实律师费里边的话 十几万是包括封口费 那律师费你可以是合法的 来做 我们是选举所需要 但是的话 如果是你报税里边的话 就是并 其实一大部分的钱的话 是用给封口的 这种的话就不能够作为选举的费用 所以他们是透过大陪审团 向总统发出了全票 总统说 我是总统 我在做总统在任期间 我有特权 你不能够起诉我 不能够调查我 最高法院说 不对 法院刑事调查的全票 都是 每个人不管你是总统 还是是一般人 都要遵守 所以在刑事调查方面 总统没有特权 他必须要跟其他民众一样 要向大陪审团 提供这方面的资料 当然的话 大陪审团都是秘密进行的 这种情形 就算提供给大陪审团 民众也可能看不到 川普总统的报税资料 因为他是秘密进行的 那在国会这方面的话 他们认为 我们国会拨款给乌克兰 你就是筹资这个钱 以后不给乌克兰 直到他要调查 Joe Bandon 我们要做很多外交政策 以后你川普总统的话 都没有执行 我要求看你的报税资料 有没有收到外国政府 通俄门案件 有没有拿到俄国政府的钱 你在利益冲突方面的话 你的企业 是不是跟其他外国政府 有这方面的利益诉讼 所以国会也要调看 川普总统 他生意方面的往来记录 那最高法院在这个判决方面的话 是做出另外一个判决 他说你国会是个立法机构 不是做刑事调查 你拿的这些资料 跟立法是没有相关系的 所以的话这些调阅的这些资料 你可以做一个偶尔塞检查的部分 但是的话你这个要求全部资料提供 太多了 所以他就是你国会 你真的是要调的资料 你是要针对性的 不能够全面性 不能够笼统的什么东西都要给你 因为这个跟你立法的角色不一样 你是立法 这些资料不需要来立法的 所以这个理由的话 拒绝国会大部分的要求调阅 这个川普总统的税务这方面的要求 好 那近日美国移民节海关执法局 在7月6号的时候宣布 在2020年秋季学期 持有非移民签证的国际学生 如果学习完全是在网上进行的 就不能留在美国 或者说是合法进入美国 而且留在美国只参加在线课程的学生 很有可能会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后果 那东默律师 你能帮我们解释一下 具体的新规到底是什么呢 学生应该如何应对呢 好的 首先它有四个规定 这个是移民局所公布的 你要知道里面 移民局在学生这方面的话 有很大的权利 不过来说它的新的规定会影响到 在美国现在有上百万的留学生 其中有37万是中国留学生 它有四个方面 第一这个规定是针对F1 M1 所以对其他的J1 还有其他的方面的签证的学生 是没有影响的 只有针对F1 M1 F1的话是外国学生来的这边来 M1的话是短期的培训的部分 但是另外很多来自中国的话是J1 是政府交换学者这部分它是不受影响 第二类的话是ESL的学生 在学语言的学生 他规定不能够上网课 你来这边学美国是学语言而已 如果你在网上上课的话 基本上你没有办法能够真正学到语言 所以他规定ESL的学生 学语言的学生是不能上网课 第四类里边的话 在美国境内的学生该怎么处理 他说他分成三种方式 如果是全面网课的话 对不起你必须要离境 你的i20我们会吊销 因为是学校提供全面网课 第二个的话是hybrid混合系的 就是说有些是上网课 有些的话是面对面的面授课程 这种情形的话 你最多只能选一门的网课 以后还有的话 就是全面面授的学校里边的话 他可以的话 也是选一门以上的网课 所以这个部分里边的话 就是困难式这部分 是一门 你可以有困难式 有一些是面授的 有些是网课 你可以选一门以上的 就是可以选到最多两门 但是对全面开课有其他的选择 以后你只能是选一门的网课 当然网课的话 军队这部分的话 有出现两个问题 第一网课是让别人可以带上课的 所以这个部分里边的话 也出现很多 我们也遇到很多这种 留学生请别人在网上帮他上课 这类的 另外一方面的话是 总统一再呼吁 我们学校要复课 所以移民局这个政策 也是要配合总统的要求 想办法迫使这些学校的话 恢复面授课程 而不是纯粹是网上的 所以这个部分里边的话出来了 现在很多学生要什么 要不要转学 他就说你可以转到别的学校去 要求这种网课里边的学校转到 可以的话混合式的 或者是全面服课这些学校 但是的话要转课 基本上的话也要时间 并且要申请 还有以前交的学费怎么办呢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个问题 所以的话这个部分马上转网课的话 转到别的学校 很快了只剩下两个月 往往很多学校9月份就开课了 这种情形 时间可能来不及了 所以现在很多最切实 最快速的方法就是跟学校 一方面是要跟每个学校 都有外国学生顾问的 跟顾问反应我该怎么办 另外一方面联合所有的该校的学生 他说如果我们要转学 你不给我们开面授的课程 那我们基本上我们整个学校 不单只一个学生 不是我而已 还有所有的几百个学生 都可能面临同样的问题 这种情形的话 很多学校现在也在做一些因应的措施 听到这个新闻 我们觉得今年的留学生 真的是很不容易 对 那继移民局宣布了这项新规之后 7月8号 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 在联邦法院起诉了特朗普政府 试图阻止这项规定 就是说如果大学留学生 今年秋天的课程全都在网上完成 那么他们很有可能会被剥夺美国签证 那邓律师我们还想请问一下 那现在这个案子的进展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对 现在除了学校做的因应措施之外 学校也是透过法律的行动 来对抗移民局的新的政策 Boston地区包括了 他这个有麻省理工学院 MIT有哈佛大学 Boston大学 还在这些学校里边的话 在整个Massachusetts州就有7万7千名国制学生 以后他们已经提出了这个诉讼 加州大学 这个还有USC也是提出了诉讼 在这个今天 加州检察长Busilla 他也是代表了加州州立大学 加州社区学院向移民局提告 告诉以后 他们要求法官申请了禁制令 禁止移民局实施这个新的政策 最快的听证会会在7月15号 Boston法院会进行听证 当然一旦只如果是当地的联邦法院 法官做出裁决 禁止移民局推动这个政策的话 那全美国所有的政策都会受影响 所以大家这观望 有可能最快的话 7月15号要做出这个裁决 当然这个裁决 他现在告移民局的理由就是说 移民局没有按照联邦行政法 来公布这个措施 一般政府它是执法机构 他要按照国会的意图来执法 在很多具体世界的方面 国会可能没有法规 这种情况的话 允许执法机构 行进执构 做出一个行政措施 但是行政措施的改动 它往往有个程序 首先他必须要向联邦公报 这个better register里边去登记公报 让大家说我们现在要改变政策了 以后要收纸民意 允许民众提出支持反对的意见 往往这段收纸民意期是90天 完了这个之后 收纸完民意之后 以后已经公告了 以后这种情况之下 政府机构才能够进行政策的调整 所以哈佛大学 MIT大学所提出的输送 包括加州州政府所提出的东西 就是说你移民局并没有按照联邦行政措施来进行 没有给90天的听证会的集 没有做公告 以这个理由的话提出输送 当然从法律的角度看起来的话 很有可能就是联邦政府的法官 联邦法院的话 会禁止移民局推动这方面的政策实施 所以的话 不过这方面的话 进展我们想下个礼拜应该会有结果 到时候再跟大家报告 好 那我们还要继续关注这个政策 不管怎么讲 我们还是希望所有的留学生 都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 对 这一段时间呢 美国黑人男子乔治弗罗伊德 遭到了警察暴力执法而死一事 让美国各地持续爆发了激烈的反种族主义 和警察暴力抗议的活动 可是就在这个风口浪尖之上呢 美国亚特兰大市又发生了一起警察枪杀黑人的案子 而且在佐治亚州的街上 有一名黑人男子慢跑 因为被怀疑成小偷被两名白人男子无辜的枪杀 那杜律师我们想请问一下您 这三大黑人被杀的一个刑案 目前到底是如何审判的呢 对 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出在昨天 在佛罗伊德的案件 他们被告律师就提出了一个提供了更多的资料 显示出事情发生的经过是什么 当时其中在四名警察之中 其中有一名押住脚的警察叫Tom Lane 他的律师公布了当时警察带的垂身带的录音机 所记录下来的对话 其中的话有提到很多就是对警察不利的 因为这些警察 但是这个案子的话会到9月11号911的时候 才会有听证会 不过来说我们可以看得出华尔街日报的话 在这个星期强势的解说了 这个三个案件里边所引用的一个原理 这个原理的话就是说 因为这三个案件 佛罗伊德的这个案件 还有这个Atlanta警察局 叫Vandy餐馆 在DUI案件里边将一个block的黑人开枪 在背后打中两枪死亡的一个案件 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三名黑人 刚才讲过的 围攻一个白人 并且录像带的一个拍下来的 以后后来没想到 拍录像带的一个白人也一起被指控了 这起案件 他们这些牵扯的人都被指控 一级谋杀罪跟二级谋杀罪 在很多人看起来里边的话 就是说你要证实他有罪里边 一级谋杀罪的话 有意图去谋杀的 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误以为 这个案子里边的话很难证实 他是有意图去谋杀这些黑人 但是的话所有这三类案件 使用了一个道理 这个刑法的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罪名 叫Feliny Murder Rule 不是Murder Feliny 所以很多人翻译成为所谓的谋杀重罪 不是而是重罪谋杀案 谋杀的罪 重罪谋杀罪里边的话 他的原理是这样子 如果两个人去抢银行 一个人进去抢了 另外一个人的话是在外面在车上等候 把风并且的话要准备撤走的 如果这个人进去抢银行 将警卫打死了 以后外面的人被抓了 同样的开枪打死的人一定是一起谋杀 以后同样的在外面把风的人参与了这个犯罪 所以他也会被指控一起谋杀 原因是什么 因为虽然外面把风的人不知道里边会有枪 枪击案 但是的话根据这些理论的话 就是说你知道是犯罪 以后是危险的行为 有可能会出现人命的 所以这种情形里边的话 里边发生的是因为你参与重罪而导致有人死亡 所以的话参与的人也会被指控谋杀罪 所以这个道理里边就是说 后来引发就是说 好像进去抢银行的人被警卫开枪打死了 外面把风的人也会被指控谋杀罪 因为什么 虽然死的人是他的共谋同伙 但是的话他知道参与抢银行是个高风险的行为 所以这部分的话 警卫开枪打死共犯 那共犯的话 在外面把风的人也会面临到一级谋杀罪 所以在这个三例案子 第一个案子 福尔伊德的案件 警察 Derry Sherwin压住脖子 以后的话 这个行为是属于重罪行为 他不应该压住脖子 他呼吸的已经出问题了 所以的话压住脖子 这变成了一个攻击性的惩罚 这攻击性惩罚是重罪 因为他做了这重罪而导致死亡案件 所以的话如果是别人认为他用这种方法 就证实他做了这个压脖子的行为 就是重罪行为 没有这必要做的 他做了攻击行为 而导致死亡 这个重罪谋杀成立 另外一个的话 Broke Broke的话是在 Wendy 拽树里边睡着了 警察来 坐了酒车 以后上手铐 发生争执 他跑走 跑走的时候 警察说 这个他 向他开了一枪 但是 其实的话 他说 他抢了枪 后来警察 他丢掉了 他的电击枪 拿出他的枪 打了三枪 两枪重备 那他的重罪行为是什么 你这两个跑的时候 你不应该开枪 他已经没有危机了 你跑 你用致命武器去攻击 Broke 而导致他重地 以后 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说 你已经是在犯了重罪 而导致死亡 用致命武器攻击 这个黑人 而导致死亡 这个部分 他不一定要证实 他是在有意图去杀害他 而是说 你不应该开枪 你开枪这个部分里面 那是重罪 以后导致死亡 那第三个案件里面的话 三个白人 这个 其中有一个退休的警察 看到一个黑人 在自家道上面跑步 他以前也看到过 这个 这个旁边有个新建筑的房屋 他们的话 这个黑人进去过 他就叫上他的儿子 比如Charles 有两个人开车去追 这个黑人看着人追 他赶紧跑 这时候的邻居 就后来拍照那个人 他也追 没想到的话 这个两个白人开的卡车 开的比较快 以后 跑到他前面 拦住 Albury Albury的发现不对 就往回走 一往回走的时候 发现有另外一个车拦着他 他跑得更快 所以的话 后来这个另外一个 单独的白人 马上就掉头 又两个车子又追 他也是追上去了 并且掉了头了 有没有掉头的时候 这个黑人发现又被拦截起来了 他赶紧往回跑 往回跑的时候 卡车拦下来了 那时候我们看到的话 20秒的话 就是看到这个白人 停下车来 拍子拍照 以后 以后 开枪 以后将这个黑人打死 那这三个人犯的罪是什么罪呢 妨碍自由罪 因为你这个拆车堵住他 不让他 围住他 这种的话 false imprisonment 是重罪 在重罪过程之中 发现 就出现死亡的案件 有人被打死了 所以三个人用了同样的 用犯重罪过程之中 造成了死亡案件 failment murder rule 当然这三个案子里边 就是启用这个门槛 比较低的方法来 有可能会 就是要将这三个案子的被告定罪 不过来说 这种也会引出很多滥用的做法 我们过去23年 处理很多这类案件的话 常常就是说 好像在网纳的地方 一个三个小孩子 去跟朋友 往对方里边的话 就发生争执 以后两个几个人 一起一起打 一打的是过程之中 一个人开枪 将对手打死了 那其他所有参与的人 都是一样 都被指控谋杀罪 为什么的话 因为你知道这个做违法 一起去打架 以后而造成死亡的案件 所以一级谋杀罪的话 滥用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现在美国 监狱人们违反 就是因为这个 网纳杀罪这种情形的话 这个案子的话 使用太广泛了 所以说当然也提醒 要改变起来还非常困难 还需要一段的时间 还要开始立法来改 因为现在目前 42个州都有 网纳杀罪 都是在法律上规定 如果你参与重罪 发生有人死亡 那一定是谋杀罪 所以这类的话 这个法律要改的话 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所以为了这个 在法律改变之前 交朋友很重要 不要答应 朋友做一些违法事情 参与做一些违法事情 而别人开枪打死人 或者发生人命 都可能会被指控谋杀罪的 非常感谢邓律师的提醒 在7月9号 前洛杉矶市议员英格兰德 向联邦调查局自首了 他面临妨碍联邦腐败的调查 并且对联邦调查局 撒谎的刑事指控 而且涉嫌从开发商那里 接受贿赂 邓宏律师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 案件的具体情况呢 在两个星期以前 我们解释过了 洛杉矶市议员 后来他已经是被指控 这腐败罪 之前在另外一名 其实是罗杉矶可以说 是Rising Star的 正常的明星人物的话 叫做Mitch England 这个人士的话 他已经认罪 在这个星期也认罪了 但是这两个案件里面 都是有点关联 也是显示出 罗杉矶市议会里面 在我们华人开发商的 唐一炮弹之下的话 引发出来了 这两种大的案件 这个案子的话就是 牵扯到一个 深圳来的开发商 他们要将一个酒店 开发成为77层楼 美国西岸最高的一个大楼 这个项目 当然市议员被指控的话 Hosea的话 他也是被指控 因为他这个选区在他那边 他以后推动 通过了 拿到Permit了 他就出现的话 他自己被告 性骚扰 以后他要封口 以后要拿57万来赔偿 指控他的这个钱资源 但是钱哪里来 后来是这个华人的开发商 透过银行贷款抵押 这样子给了他的 但是另外一个案件里面的话 就是Mitch England Mitch England的话 他没有直接参与 他有投票赞成了77层楼 这个项目 但是在过程之中 他没有直接跟开发商有联系 而是说Warner城市里边 有一个是做橱柜的 他也想做这家 这个开发项目的 拿到这个合同 将来橱柜的话 让他来做 所以的话 但是他找了这个Mitch England Mitch England的话 也是在都市委员会里面去 也有一个投票权 所以他想希望 透过Mitch England里面的话 来观说 能够争取到 开发成功项目之后 将来橱柜的生意 让他来做 所以他为了 跟这个市委员搞好关系 他就去带他去 这个Las Vegas去玩 并且来安排 这个按摩服务 被指控有性色彩的 按摩服务还给钱 那这一部分后来的话 FBI接入调查 已经找到了 这个橱柜箱人 橱柜箱人也供出来了 我想争取项目 我给钱这个部分 然后当然警察的开始 跟Mitch England来问话 Mitch England的话 问了三次 他都是抵赖 他说 我没有 没有这么回事 没有这么回事 我没有收到任何这个钱 我没有去的Las Vegas 没想到的话 他的下线 这个乡人 已经是供出了所有东西 在最后一次谈话里面的话 他还是坚持自己 没有接受过贿赂 以这个理由里面的话 后来联邦政府的话 在去年起诉了他 在经过六个月的折腾 他终于认罪了 就像的话 就是额换鸡 县警察局前局长 李贝凯一样 他没有被指控腐败 但是的话 他最后不得不认罪 就像联邦探员撒谎 这个案子 类似一样的 他也是一样 他没有自己承认贪虎 但是的话 他承认向联邦探员 提供不实的资料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很有可能在三个月以后 可法官会再做出 最后的裁决 他可能会面临 最高五年的劳刑 好 非常感谢邓律师 和我们分享 本周重大的法律新闻 和联邦最高法院的 最新裁决 我们平台提供的 邓宏说法节目 主要就是向观众朋友们 普及法律支持 并不构成律师与客户的关系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大家登陆 微观LA视频频道 并且订阅邓宏说法频道 好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